下面我们将对生活超市的顶层 也就是我们的四层平面图进行相应的绘制 在我们的顶层绘制的时候呢 这里我们将前面的三层平面图进行打开 然后将它另成为一个新的文件名 为生活超市屋顶层平面图 由于这里我们是屋顶层 这里呢我们将内部的大部分对象进行删除 这里呢我们将只保留我们的轴线 以及我们的两个楼梯间的墙体和我们的楼梯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轴线图层 和我们的两个楼梯间进行暂时的关闭 那我们这里呢将里面的对象进行相应删除 同样的这里的三层的楼板对象 也要将它进行删除 所以就双篦 所以就双立了 对象 这时我们可以将 轴线涂层和我们的楼梯间位置 进行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这里将内部的 其他的次轴线 相应的双处 OK 在双处我们的 其他对象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执行原命令C 接下来我们的 中心位置处 这也就是我们的圆心 然后绘制一个半径为 1800的圆对象 这时我们可以将它的图层 进行相应的转换 这里已经是我们的轴线图层了 下面我们将执行 矩形命令REC 在我们的两个楼梯间位置处 来绘制矩形对象 这次我们将对它的楼板进行相应的创建 首先我们这里将它的屋顶平面层 这里我们先将部分的强体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圆幅对象 这里有短强体 也就是我们的整个圆强体 这里我们将它进行创建好了之后 再对它的楼板进行相应的创建 这里我们将选择我们的强体对象 强体命令里面一个单线变强 根据我们刚才上一节所创建的方法是一致的 这里我们再将它设置它的强体的高度 这里我们在天正选项里面将它的高度来 这里我们将设置为120 单击确定 这是我们在单击我们的强体里面 有一个单线变强命令 根据要求我们这里将设置它的一些参数 同样的它的外侧宽度为320 这里我们将设置它的外强内侧宽 这里会设置为-70 这里的内强宽为0 然后勾选我们的走往深墙 先选择我们的圆对象 然后任意选择一条轴线 然后回转 这是我们的强体 这段圆形强体就形成了 用户注意这里我们将两个矩形对象 绘制好之后 我们将要将两个楼梯间进行相应的酸除 在酸除之后 我们这里将它的绘制的矩形变成我们的需要的强体对象 这里我们同样的将它以单线变强的形式 将它生成强体对象 同样的我们将这里来将选择我们刚才所绘制的矩形对象 这里呢已经生成我们的强体效果了 同样呢 我们将右侧的下侧 右下侧的这个矩形对象 生成强体 这次我们将生成的两个矩形强体对象进行选择 让它出现我们的加点效果 好 这次我们将按组合键Country 将打开我们的特性面板 这里呢我们将它的强高改为2米 然后1米2改为我们的 OK 好 这次呢我们暂时的将我们的强体涂层进行暂时的关闭 这里呢我们将我们的圆这个绘制的原对象 和我们刚才所绘制的两个矩形对象 将它的涂层转换为0涂层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呢 是我们马上要对它进行我们的楼板的创建 好 这次我们将选择我们的三维建模 找到我们的平板对象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刚才所转换的这个原对象 然后换成桩次 对它这里的板的厚度 这里呢我们将设置它为-100 好 这次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生成的平板对象 好 OK 好 同样我们这里呢将我们的楼梯间两个位置处呢 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楼梯间位置处 这里有两个矩形对象 这里我们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 好 对两个矩形的楼板进行相应的生成 对这两个楼板对象呢 它的厚度稳120 好 OK 好 在我们的平板对象生成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打开我们的视觉样式 同样的我们这里来将它转换我们的二维线框 这里我们将采用我们的移动命令 像我们刚才所创建的两个矩形平板对象 向上移动两圈 在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将打开主角模式 好 这时候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墙体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效果 OK 好 在我们的两个平板生成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两个矩形对象 进行我们的加动效果的操作 首先我们将双击我们的楼板对象 根据我们弹出的命令行的提示 我们这里来选择加 选择我们这里将输入A 然后将选择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两个矩形对象 然后活着 这时它的两个洞就加添加好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所加的两个洞对象 好 再加好了之后 我们这里来将展开我们的平面 也是返回到我们的二维线框 这时候我们将对这两个平板对象位置处的墙体 进行门窗的添加 这里我们将加入一个M6 也就是我们的800x180的门对象 这里我们将找到我们的单上门 我们将其他一米8 这里为尾800 然后将其1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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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我们的顶头的两扇门插入好之后 我们的整个的屋顶平面图就绘制完成了 同样我们这里来将它的名称镜改一下 同样的我们这里可以打开概念视觉样式 打开我们的逐侧投影 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模型效果图 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走网图场进行暂时的关闭 这次两边的均匀 我们可以看到範团那我们在这里 下半双噶 在这里面再关闭 太阳